欢迎收看山东林宫凤凰财经日报 巴引冲突继续引发金融市场的动荡 不过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发表鸽派的言论 令到美债收益率跟美元的汇价从高位回落 昨天晚上的美股也扭转了早盘的蝶势 道声收视 至于商品市场方面 我们看到油价还有金价也都脱离此前的高位 目前市场在密切的关注 巴引冲突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 而投资者应该如何去对冲风险 相关的话题 我们稍后都有请我们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 资深市场分析师 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 还有分析 那么至于亚太局的股市 今天普遍跟随昨夜的美股造好 其中港股路德四连升 崇尚十天线 而内地股市今天高开低走 北向资金连续第三天减仓 两期的成交则维持在7700多亿元 带您看报道 内地股市今天高开低走 护纸开盘后震荡翻率 创业板指一度冲高涨近0.8% 不过随后也会落至平盘线下方 从行业表现来看 芯片 油气等板块涨幅居前 华为概念股延续强势 全线大涨 不过减肥药 新冠治疗板块则领跌 护纸售报3075点 跌0.7% 甚至售报1050点 跌0.56% 创业板指数跌0.53% 科创50指数跌0.58% 两市成交持平在7700亿元水平附近 北向资金竞卖出近55亿元 向往股市则进一步反弹 美联储官员发表鸽派评论 带动美股隔夜上升 恒人指数跟随高开后进一步上探 早盘最多上升近400点 但在18000点附近遇到阻力 逐步收窄涨幅 中场收高到一周半最高位 横指售盘报17664点 上升147点 胜幅0.84% 主板成交796亿港元 蓝筹股涨多跌少 本地地产 科技 内需和金融等板块上升 网易大涨3.2% 是表现最好的蓝筹 美团涨超3% 阿里巴巴和京东也上涨超过1% 但造车新势力 资源和电力股偏软 亚太区其他股市涨跌互线 日本股市大幅收涨2.4% 创今年1月中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 韩国股市在假日后恢复交易 小幅收跌0.2% 台湾股市应假期休市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月冲突升级 市场担心紧张的局势将会持续长时间 令到以色列的货币 谢克尔今天进一步下跌 而资物违约掉期则持续攀升 不过国际油价跟金价则双双 由高位回落 谢克尔的会价 今天失手3.95兑换1美元 再创8年新低 至于5年期的信用违约掉期 CTS直逼1离再创8年新高 而当地的股市在经过周日重挫后 周二连续第二天小幅反弹 另外一方面 国际油价在经过周一大幅攀升后 从高位回落 布兰特机油下市每桶88美元的水平 而美国西德州中制油 也一度跌破了每桶86美元 而黄金的价格同样也是冲高回落 脱离超过一周来的最高位 昨天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暗示 近期美债收益率攀升 可能会抵消进一步假期的必要性 带动美债收益率和美元的汇价 从高位回落 不过亚太区的货币走势分化 其中人民币的积极汇价为跌作手 美国联邦储备局接连有官员表示 近期国债收益率攀升 降低了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需要 推动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二大幅下跌 十年期收益率在亚洲和欧洲交易时段 都大跌超过十个基点 是过去一个月以来最大跌幅 推动美元汇价下跌 美汇指数跌破106点水平 其中对英镑触及一周半最低位 但对日元靠稳 亚洲货币走势分化 印尼顿触及去年12月底以来的新低 但马来西亚林吉特和菲律宾比索等货币 则先跌后传定 人民币方面 中间价小涨八个基点到7.1781 创上月27号以来的新高 也较市场预测的7.2758 偏强977个基点 几期会价开高 早盘曾经占上7.2677的超过三周最高位 但之后反复回落 中场小跌八个基点到7.293 连安会价也跟随灾案价的走势 在贴近灾案价的水平附近波动 曾经一度小幅倒挂 令分析师相信市场预期开始出现转向的苗头 发威视综合报道 好 相关的话题 我们立刻请教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声闻贯先 声线你好 你好 主持人 今天我们看到有多位美联储的官员 都在暗示最近这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升 所带来的紧收效应 有可能会抵消再加息的一个必要性 所以令到市场憧憬说 可能本轮加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了 所以令到美债收益率 还有美元的汇价从高位回落 而全球的股市也硬生上涨 但是这个反弹的动能事实上是有限的 毕竟尾巴冲突还是一个很大的变数 我们看到今天A股就高开低走 持续探底的一个过程 所以就投资者来说 究竟怎么样来看待尾巴冲突 这个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 它所可能带来的一个风险该如何去对冲 是这样 首先就从投资的角度来看 我们认为从大局上来看 整个的尾巴的冲突 它所造成的影响是比较有限的 其实这次的规模 大概会类似于14年的规模 而不会发展成 卷入其他国家的第六次中东战争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因此的话对于整个亚太市场的冲击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是茶杯里的风暴 是比较有限的 那么从投资者角度来看的话 如果说我们很想去 很担心往下进一步的下跌的话 这个阶段我觉得不适合去降仓位 或者说是很低的一个 怎么讲去做空这个股市 因为整个的不管是A股还是港股也好 都处在一个历史的相对比较极致的一个低位 所以说的话 如果说想保护你的多头寸的话 可以采用衍生品的工具 比如说买一些看跌期权的方式 来对我们的多头进行一个简单的保护 没有必要过多的担心 另外说到巴以交战的影响 我们看到像石油黄金 还有政府债券都成为避险资金的首选 特别是我们看到刚刚 美国国债经历了历史性的暴跌之后 最近需求大增 所以也导致它的债件收益率回落 那么另外大家特别更关注的是 有关于黄金的部分 因为黄金最近是狂飙将近30美元 突破了每盎司1860美元 那你认为在这种避险需求的推动下 短期有没有可能再进一步的突破 对表面上来看黄金的 这个前一段时间的涨势 好像是因为国内的黄金的消费的一个需求 本质上来看是对于这个去美元化 特别是这个国家这个央行 买了很多黄金作为外汇储备 那么最新披露的数据来看的话 我们国家的黄金外汇储备 达到了一个历史的新高 连续11个月增持黄金 占我们整个外汇储备的4% 所以说的话 整个的我们这个内部的需求 还是比较旺盛的 另外一方面 比较值得注意的 是我们的中国的内地的这个金价 和国际金价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差价 那么在这种差价很大的情况下 你再去做多 这个内地的这个上海金的话 实际上是有比较大的风险的 因为有可能有这个双边 这个如果说比如说 这个对于黄金的进口出现了放开的现象的话 那有可能内外的这个黄金的价格会趋同 这个时候的话呢 就比较有这个风险了 所以说如果想做多黄金的话 更多的是要等美联储加息周期的结束 美债收益率往下走的情况下 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节点 可能在年底或者明年年初 会是投资黄金的一个中长期的 比较好的一个机会 所以短期来看的话 对于黄金我是一个偏空头的一个思路 对于中长期来看的话 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的结束 正式进入这个降息周期的话 我觉得黄金在中长期来看 伴随着这个去美元化的整个的一个趋势 还是有比较大的机会的 好 那么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刚刚也发了一个报告表示 今年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 仍然相当的缓慢 特别对发展中国家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那么现在又发生了 这个巴以冲突事件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你认为从9月份以来 中国经济基本面 呈现边界改善的一个势头 会不会因此而受到了一些阻碍 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这个影响是比较局部的 因为比如说以色列 巴以冲突这个地方呢 巴勒斯坦以色列地区 它既不是产油国 也不是原油的这个运输国 所以对原油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那么黄金 这个我刚刚已经分析过了 影响也是相对局部的 那么对于我们内部来讲 我们内部的经济的问题 重点是要解决好我们自身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对外出口如何恢复 一个比较快速的增长 包括我们内部的地产问题 和成都债问题 如果进行比较好的化解 那么今天的话呢 也出了比较多的新闻 就是关于成都债地方化 化解成都债的一些相关的新闻 那么这些的一些动作 包含着最近 这个我们中国和主要的贸易伙伴 关系的一个转好 所以出口方面也会进行一定的改善 也会出现一定的改善 所以的话呢 我对未来的中国经济 在四季度的表现 还是相对乐观的 非常谢谢 谢谢 就我们今天产生热点话题做的分析 谢谢你 再来关注的是 国际货币基因组织IMF表示 全球经济复苏的进程仍然缓慢 警告通胀虽然有所回落 但是现在放松警惕还为时上涨 预计今明两年 全球经济的增速会照去年放缓 IMF发表最新一份全球经济展望报告 指全球经济复苏依然缓慢 而且不平衡 经济活动仍不及疫情前水平 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各地区的分化日益扩大 而且有多个因素正阻碍经济复苏 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将由去年的3.5% 放缓到今年的3% 与7月时预估相同 明年的增速会进一步放缓到2.9% 较7月时下调0.1个百分点 发达经济体的增速 预计从去年的2.6% 降至今年的1.5% 当中美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强于预期 预计今年增长率将有2.1% 较7月时预估上调0.3个百分点 但欧元区的经济则弱于预期 增长预测调低到0.7% 至于新生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速 预计将小幅放缓 今年增速预测为4% 当中中国的增速预测 较7月时调低0.2个百分点为5% 明年的增速预测也调低到4.2% 以反映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危机 IMF表示 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比6个月前更加平衡 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已经下降 但提到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危机可能加深 并产生全球益出效应 又表示短期通胀预测已上升 加上劳动力市场趋紧 可能导致核心通胀压力持续存在 因此需要维持高于预期的政策利率 预期多数经济体的通胀 要到2025年才能回到目标水平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下一节回来 带您关注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成果回顾 待会见 美人除了官员发表偏歌的言论 那条市场相信加息周期已经接近尾声 所以刺激资金大举回流 带动欧洲股市目前大幅反弹 大多数的股市涨幅都超过了1% 预计这个涨幅可能会创下过去 近四个星期来的最大 我们再带您回顾 昨夜美股收盘的情况 昨夜美股三大指数早盘 仍然受到巴以冲突的困扰 但随后在美联储官员偏歌言论 带动下掉头回升 但中场升幅都不足1%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的今天发布了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大实践白皮书 使一带一路成果封锁 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 共建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的白皮书 全文共2.8万字 从源自中国始于世界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等5个方面 介绍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10年来的建设成果 建成了中老铁路 比雷埃福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 六郎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 基本形成 目前有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 加入一带一路的大家庭 继续坚持共商共建共享 与共建国家加强政策机制 项目的对接 持续打造优质的标志性工程 让合作成果更好的互集 汇集共建国家的人民 根据白皮书 2013年到2022年 中国与共建国家 进出口贸易总额累计达到19.1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6.4% 双向投资累计超过3800亿美元 其中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超过2400亿美元 与共建国家合作建设了一系列经济贸易合作区 截至到2022年底累计投资已经超过600亿美元 凤凰卫视 霍文本 叶不见 北京报道 安勇今天发布最新的报告指出 过去十年 中国倡议的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在多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 但是未来仍然面临大国科技的博弈 数据合规 还有网络安全等多种挑战 随着全球数字化发展的不断提速 共建数字丝绸之路成为一代一路倡议推进的重要方向之一 安勇的报告指出 在过去十年 中国和严先各国在数字经济的政策对接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跨境电商跨境支付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而整体来看 各国的网络基础设施 尤其是5G部署水平层次不齐 这在未来仍将是数字思路建设的重点之一 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关于硬连接 主要是关于我们的数字化的技术建设 这一块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4G 5G网络 以及我们的云 以及那个IDC数据中心这一块的一部分的建设 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我们的那个就是软连接 那么这个是涉及到了我们整个国家出台 和多边的国家之间的一些法律法规政策的一个对接 产生了整个多边贸易和多边合作当中的一个合作基础 报告也提到 由于地缘政治压力 近期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在全球的合同数量有所减少 大国科技博弈也将导致供应链中断 发展成本增加 以及跨境投资活跃度降低 建议各国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营造和平安全开放的网络空间 凤凰卫视 小伟王磊 北京报道 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优化法治环境 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指导意见 对相关审判执行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进一步的完善司法政策 严格审判监督 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这份指导意见针对社会关切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五条更为细化的司法政策 包括加强对民营经济主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健全常态化冤错案件的纠正机制 其中还特别强调了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人格权的保护 对于故意误导公众 刻意吸引野球的极端言论行为 利用互联网自媒体出版物等传播渠道 对民营企业和企业家进行诋毁 别损和丑化等轻确行为要予以严厉挡机 知道意见还结合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需要提出的十条司法举措 进一步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竞争环境 针对泄露困境的民营企业 要求完善相关重整机制和配套机制 加大挽救力度 推动有效化解民营企业债务列条 贝壳研究院指出 内地9月份和国庆假期二手房的交易继续修复 不过有业内人士认为 一线城市的政策加码空间仍然充足 所以期待进一步出台持续政策 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显示 9月中国内地50个重点城市 二手房成交量环比增加21% 带看量环比增加17% 总体一二线城市交易量出现明显回升 有分析认为 在任房不任贷政策刺激下 9月内地房地产交易出现阶段性回暖 但在10月将会逐渐趋于平稳 两个特点 一个是大户型 120平以上的这种成交的占比 其实是增量是比较高的 在30%左右 然后呢 还有一种是小户型 这个70平以下的这种房子 刮盘量在增加 但是呢 这个成交量其实占比是在下降 这样就凸显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刚需的这个 客户的这个入场 是不是太积极 有业内人士分析 目前任房不认带政策刺激的余温尚载 但内地一线城市的政策加码空间仍旧充足 期待进一步的刺激政策出台 像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 它整体的一个新增的贷款利率 首套是在RPR加35个BP 那二套呢 是在RPR加105个BP 其实相对于其他的非一线城市 都是有一个下调的空间在这里 所以说呢 利率的这块 也是可以有一个调整空间 凤凰卫视长赵燕何超上海报道 关系师事务所毕马威分析预计 虽然香港股市 特别是新股市场短期面临挑战 但是目前大约有110家公司 申请在香港上市 香港有望在今年底 重返全球IPO无假 受宏观经济和地缘政治 不明朗因素影响 2023年第三季度 全球IPO活动持续疲弱 香港IPO市场 今年首三季仅录得44宗IPO上市 募资总额为246亿港元 拖累香港下跌至全球IPO排名第8位 虽然辛苦事况仍然低迷 但上市申请总数继续稳步累积 截至今年9月30号 约有110家公司申请在香港上市 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预计 在预百宗上市申请的支持下 有望帮助香港在年底 重返全球IPO无假 有分析师指出 内地地商巨头有望分拆在港上市 将带动IPO市场大幅反弹 早前港交所发布了 有关JM改革的资讯文件 香港特区政府也成立了促进股票市场流通性专则小组 全面检视影响股市流通性的因素 分析认为 这些措施加上持续完善的港交所上市制度 均有助强化香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发展 复活卫视 网书香港报道 内地大行民房企碧桂员表示 流动性在中短期内仍然期许紧张 预期没有办法如期旅行境外在的偿扶义务 而同样陷入债务危机 被入柄清盘的加兆业表示 如果被迫清盘 债权员拿回的资金将少于5% 碧桂员在港交所发公告 只受到市场深度调整 9月份实现权益销售金额约 61亿7千万元人民币 按年下降80.7% 也是连续第6个月录得按月下降 在行业销售环境未明显得到改善的形式下 集团面临资产处置出售的重大不确定性 预期流动性在中短期内仍将持续紧张 公告提到 集团目前尚未支付的到期债务 本金金额有4亿7千万港元 预期无法如期或在相关宽限期内 履行所有境外债务款项的偿付义务 希望债权人可以给予集团时间 制定整体解决方案 而集团9币本金约147亿元人民币的 境内公司债则已完成展期 郁光源表示 今年截至9月底 已交付共约42万套房屋 强调会把保交付作为最优先的业务目标 通过资金专款专用 严格管理预售监控资金等方式 完成保交楼工作 另一家内房商家照业 早前因为支付1.7亿元在案债券 交债权人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清盘申请 路透社引述债权人律师指出 在10号的聆讯中 家照业向法院提交的声明指出 如果公司被逼清盘 债务回收率将低于5% 意味着债权人将拿回不到5%的资金 又提到家照业目前的现金流已自不抵债 香港高等法院要求家照业在下次聆讯前 提交重组进展的最新情况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汽车制造商今天开始向法国政府 提交电动车补贴申请 但由于法国收紧的准则 所以预计大部分在亚洲生产的电动车 都没有办法获得补贴 根据法国政府的计划 每个家庭购买电动车 将会获得5000欧元的补贴 而较贫穷的家庭补贴的金额 更达到7000欧元 汽车制造商今天开始 可以向法国政府提交电动车的规格 符合规格的就可以向购车家庭发放补贴 但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 政府收紧了评审的准则 到包含整个生产的流程 包括整车的运输 涉及的碳排放 以及组装的物料和能源的排放等等 因而这可能导致大部分 在亚洲生产的汽车都不符合标准 包括最畅销的汽车如特斯拉 还有雷诺旗下的罗马尼亚车厂 达契亚 以及于越来越受到欢迎的 英国品牌明觉等等 谢谢你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你晚安 再会 谢谢大家